敵人用飽盒的攻擊 從水底下的潛水瓶 用垂直發射器發射導彈 要去打這盤空母艦 或者是電面上的飛機 或者是這個 這個是戰斧飛彈 或者是魚叉 像這個就是戰斧 沒有 導彈都出來了 然後結果這個出擊青銅劍 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就偵測到了所有敵人的這些攻擊 除了這些攻擊之外 他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 每一艘驅逐艦 他的發射的時間在一秒差 你看他馬上發射 每一秒發射一顆 然後去偵測到了 一秒發射一顆 在最短的時間就秒 這個叫秒殺 飛彈也好 導彈也好 戰略性能也好 小艇也好 不用三下就清潔流 你看 交五三十 達到那個大氣層以上的那個導彈 要不要三十秒 不用 所以那一次不是說那個 那個遼寧號不是那個 遼寧的那個 那個防護武器 不是英國東岸老鼠 我就心裡想說 他敢超越台灣的你還是看看 真的 我關於是千十五啦 或者是蘇三十啦 蘇三五都一樣 你敢打一發 必然被秒殺 保證被秒殺 因為台灣有很多的這些導彈 有沒有像熊山 天公 這一系列 愛國者飛彈 跟這一些 那些天劍 他只要保護攻擊 真的絕對是秒殺 因為叫自殺的行為 所以中國要回去的時候 因為他的武港在青島 他很大膽的從那個地方穿越了西太平洋 告訴全世界說 台灣是我們的內海 你這樣講沒有關係 那你只是啟動了美國的法律通過而已 所以他到了南海 他就想說 我們要怎麼回去 那是一個煩惱的事情 因為回去是一個 要不然沒有走 你就走歐洲回去 沒關係繞一圈 不可能啊 然後蘇明浩的武港在青島 但是你在海南島 那你在海南島 你要回去 就兩條路 第一個就是繞圓路回去 第二個就是走台灣台下 後來他們 我不曉得沙漠師是開玩笑的 他就說 我們經過台灣海峽的時候 請熊山不要再入射了 之前熊山入射是炸掉 打到一絲小遺船 你看那小遺船它撇海的飛行 可以打命吧 而且這麼小燒的遺船 有辦法把它精準 而且還在中心田 像靶劍一樣把它穿過去 因為太脆弱了 所以它沒辦法爆炸 那如果你像這麼大的 怎麼算好的 好假設 熊山飛彈的造價一億 我打掉三十億的 欸花了 對不對 怎麼算好的 你一打三十億 你賺三十倍 我多發幾顆 我有十億的價值 給你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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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那個飽和公主 渺殺 絕對渺殺 可是 當然也不能說是吹自雷 當然中國也確實很厲害 如果說沒有美國跟日本的 這個在台灣的這些軍隊 火好了沒有用 你根本就不是中國的對手 所以 美國日本台灣 最新新聞講 美日台 然後最近講說 美國最新的這個政府 叫軍政府 就是在暗示台灣人的時候 美國要來台灣 是要以軍事政府的名義進來 它就是一個正當性 然後在媒體裡面趕快 那中國美國有這個責任 告訴台灣人說 美國要來了 你們要有心理準備 不要有抗爭的活動 否則的話 發生收集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那個問題 然後因為現在的這些 第五眾隊的人 想要在台灣 還有島內 島內亂 這個我們要特別注意 那 今天我們的課程 就到這個地步 耽誤人家兩分鐘 謝謝